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407集 无数弟子浑身冷汗之冒 强 强如南天一风流云 师兄都被这秦晨倾恳间击败了 跪在这里 那要换成我们 恐怕一个指头都拦不住啊 室夕之间就要全部跪下 这 这世上怎么有如此恐怖的人啊 云州官军难道就这么强吗 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人 难怪白玉堂师兄只认秦晨这一个 果然有他的道理 还好白玉堂师兄没有针对秦晨 否则的话 在这里跪下的恐怕就是三位了 许许多多的弟子眼神惊恐 看着秦晨 就像是看到了魔鬼一般 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无尽的敬畏和害怕 天舞大陆强者为尊 虽然南天一风流云白玉堂三人 先行进入到了天宫座 已经在这一届其他弟子心目中留下了强悍的威严 但是这样 所有的威严都烟消云散 众人心目之中只留下了秦晨一个 化为了盖世无敌的神意 如果现在有人问 谁是天宫座这一次招收进来的首席大弟子 毫无疑问 所有人都会说是秦晨 不会有第二个可能 秦晨无敌的影子 在众人的心目中种下了深深的牢 地位 权威 开始建立了 你们 还有谁想讨教一下本少的手段的 没关系 尽管出手 本少也好活动活动经过 秦晨对着剩下的天宫座弟子 淡默地说道 哗啦一下 在场所有的弟子都跟贱鬼一般疯狂的后退 哪有一个敢上来找死 秦 秦晨大师兄喂我 强啊 这才是真正的天教 和秦晨大师兄一比 南天一和风流云师兄根本算不上是吧 你们看到没 秦晨大师兄就算是实力如此强悍 来到听工作之后 也规规矩矩一动不动 根本就不要无扬威 这才是真正的天教啊 许许多多的人都开始恭维下 天界之众都崇拜强者 秦晨一开始破坏了听工作的规矩 惹来了众怒 恨不得人神共愤 可是秦晨一把将南天一 还有风流云击败 所有的人立刻就转换疯狂 尊称大师兄 至于南天一和风流云呢 早就被人给忘了 赤裸裸的没有一点话上 南天一和风流云跪在那里 只觉得脸色涨红 内心受到了巨大的耻辱 会在广场之上 接受诸多弟子的指指点点和围观 这等奇耻大乳 笼罩住了两个人的心灵 让两个人头大抬不起来 他们知道 自己好不容易经营的威风毁了 成为了秦晨的踏脚石了 他们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方钻下去 但是像他们这样连自杀都办不到 秦晨的力量把他们彻底禁锢 封印 他们现在只能够保持着跪下的姿势 还有心灵的活动 除此之外 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施展 当然不能够起身活动 看到没人上来 秦晨也不动声色 只是继续盘膝而坐 闭目养神 他知道 自己做出了这等动静 自然会被天宫座的高层知晓的 然后派人前来 事实上 也正如秦晨所料 此刻的高塔之中 无数的天工作长老都快要发疯了 特别是那几个支持南天一和风流云的强者 眼神血红 恨不得冲上来 将秦晨狠狠镇压 他们好不容易招手来 培养的盖世天骄 就这么被秦晨给击败了 颜面无光啊 如果不是大长老拦住了他们 他们早就暴跳入雷了 大长老 这秦晨太过分了 身为弟子 却让自己同伴跪在广场之上 无法无天 我提议 应该将他狠狠教训一顿 严厉惩罚啊 一名长老怒吼起来 云氏长老 过分了吧 之前南天一和风流云 针对秦晨的时候 我可没说什么 怎么 现在你的人不行了 就要惩罚人家了 堂堂长老一点度量都没有 简直可笑 木叶大师 哈哈笑了起来 畅快无比 他也是没想到 秦晨竟然离开一趟之后 实力提升这么多 而这一次 在整个天工作 那可是大大的长连了 穆燕 你放肆 这是你的弟子 你竟然招收来了这么一个家伙 无法无天 将来定会成为我天工作的大祸害 大长老 就请由我来出手 给他个教训 床下祸害 你以为你那风流云就不无法无天了 仗着风云阁少阁主的身份 就你那风流云进入天工作可没多久 就已经教训了不少弟子了 而且我还听说 他还掠夺了一些人的宝物 这同为天工作弟子 连宝物都强 岂不是比秦晨更为过分 一群长老都在争论 好了 大长老眯着眼睛 冷冷开口了 他一出声 顿时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穆燕 你去把那秦晨带起来吧 还有南天一和风流云 他们也是我天工作的弟子 一直跪在那里有些过分了 不过这一次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垂打垂打他们的心性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大长老话音落下 轻轻一回手 顿声 轰隆一声 广场之上 一股无形的力量降临 南天一和风流云身上的荒谷之气 被这个禁止给破开 可是 当这一股力量刚降临的瞬间 翁底下 南天一和风流云身上的禁止 陡然爆发出了惊天的荒谷气息 要抵挡这股力量 嗯 明明虚空之中 立刻传来了一道惊疑之声 下一个 那股力量盖落而下 咔嚓一声 无尽的荒谷之气 立刻支离破碎 并且 南天一和风流云两个人身上的禁止 也立刻发出了道道咔咔声响 然后就 砰的一声 炸裂开来 好强的力量 秦臣抬头 就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浩浩荡荡 带上无上的力量 就连自己的荒谷之气 也都完全抵挡不住 这是一尊绝世高手 秦臣很清楚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一尊天圣中期巅峰的天圣巨头 也休想轻易就破开自己射下的禁止 但是 这尊强者只是隔空出手 就将自己的荒谷之气 部下的禁止给撕裂了 这种手段 已经超越了正常人的想象了 天圣后期 甚至更强 秦臣立刻撩人 这是天宫作众的顶级高手出手了 当然 如果秦臣愿意的话 对方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的 只是一道圣气 就破开他的禁止 但是 既然是天宫作高手了 秦臣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自然不会再节外升至 诸位 此次交手 你们应该也知道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别以为加入到天宫作 便能目控一切 你们只是略有天赋而已 未来真正能走到哪一步 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 南天一 风流云 你们两个回去好好反思吧 隆隆的轰鸣 响彻光场上空 失去了束缚 南天一和风流云脸色涨红 再也不敢停留 连邓秦臣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便迅速地化作 顿光 消失了 秦臣啊 哈哈哈哈 好样的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从前方高塔之中飞跃而出 正是木叶长老 满脸笑容 竖得就落在了秦臣的面前 木叶长老 秦臣立刻起身行李 他知道木叶长老为自己做了许多 白玉堂也在一旁行李 木叶大长老是带他们进入到天宫作的人 也算是他们的引路人 哈哈 好很好你跟我来吧 木叶长老在前方替秦臣带路 同时传音道 大长老要见你 大长老 秦臣心中一动 却是不动声色 暗自跟在木叶长老的身后 看到秦臣离去 整个广场上的弟子全都松了一口气 跟着木叶长老 秦臣没有半点的情绪波动 直接飞入到了前方的高塔之中 一进入高塔 秦臣才知道 眼前高塔的浩瀚 这高塔每一层就像是一重国度一般 浩浩荡荡 好在 木叶长老带着 否则让他自己一个人进来 甚至是会迷路的 而且 这高塔之中 有着无数的进阵 极其的恐 秦臣哪 之前大长老正在召开长老会 我一会儿呢 你就会见到很多的长老 以及我天公做的大长老 你一定要恭敬 知不知道啊 飞略之中 木叶长老提醒了 放心吧 木叶长老 我知道怎么做 秦臣点点道 下一个 翁的一声 两个人穿梭一片虚空 就来到了一个 灰红的大厅之中 大厅之中 坐着许许多多 身穿炼药石袍的强者 个个身上散发出了 惊人的气息 其中最弱的 竟然都是天圣中期 巅峰强者 还有许许多多的强者 强到秦臣一眼都看不透 这些人 都是木叶大师一样的 天公做实权长老 非实权长老 是不可能参加这种 长老会议的 而在大厅的最前方 端坐着一个身穿宽大袍子 面容枯高 眉毛极长的老者 老者的身上 倒到天圣气息 化作的一重重的国度 国度之中 仿佛有一尊尊的神魔在修炼 阐述天道的奥义 这就恐怖了呀 这老者给秦臣的第一眼 就是强大 无可匹敌的强大 而且对方身上的气息 也让秦臣反应过来 此人就是之前出手解救了 南天一和风流云的大长老了 如果是初来天界 秦臣见到这么一尊强者 绝对会战战兢兢 甚至被吓得站立不住 但是 现在的秦臣 见识过阎罗圣主 见识过永恒建筑 荒神之主 还有九尾天壶 甚至感受过万界魔术的气息 对于这大长老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窥然不动 不动声速 这尊老者虽然强 隐隐约约 呼吸之中有一种夺天造化 仿佛可以破空降临 将他打爆得无匹力量 但是 却依旧是天圣修为 无法让秦臣 从心灵深处产生畏惧 厉害 这就是天宫做的大人物吗 天圣后期 不 甚至可能是天圣后期巅峰 想不到 只是天宫做广汉府的一个分部 就有这等强者 而且 还只是一个主管事务的大长老 不是真正的坐镇广汉府天宫做的分部部长 那么 这广汉府工作的部长 又会有多强呢 甚至 这么一个大机构 肯定还有太上长了 或者隐居的供奉等 这才只是一个广汉府的分部 难怪天宫做在整个天界都有这般的盛事 秦臣觉得自己大开了眼界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无敌了 可以镇压天圣中期强者 力敌天圣中期巅峰 但是 见到许许多多的长老和大长老之后 秦臣明白 自己在广汉府中啊 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 所以呢 他立刻就将心思收敛了起来 变得谦虚 激起了修炼的欲望 而且啊 在大长老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许许多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结合永恒建筑的经验 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大长老 秦臣带来了 木叶大师带着秦臣急急忙忙的恭敬行礼 在天宫座中 大长老的地位要高出许多 实力呢 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你就是秦臣 嗯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大长老睁开了眼睛 像是有神光略气 声音淡淡传来 拜见大长老 秦臣行礼 对于大长老 他还是保持足够的礼仪的 嗯 很好 你很好 听说你闯入到古圣塔第九层 本来老夫还不信 现在一看 果然气度非凡 大长老道 我等之前已经看到你在广场之上 让南天一和风流云下跪的事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阻止你出手吗 因为诸位长老们希望竞争 只有竞争才能培养出强者 而我们听工作是和魔族对抗的 自然希望能够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强者来 秦臣把身体挺得比之 而且我这么做 只是在消磨一下他们的火气 有意无害 否则 以他们这个嚣张的性格 出去之后 肯定会和别的势力发生冲突 死于非命 甚至给我们听工作带来灾祸 弟子让他们跪下 也只是消磨一下他们的戏眼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件好事 秦臣不卑不抗 靠 全场所有的张老都发晕 这秦臣还有脸说 南天一和风流云嚣张 这比起性格来 你比南天一和风流云嚣张的 简直不知道多少了呀